你别乱动 我 我这样不敢了 你为什么长大了 这么重 老师 这样的 很好啊 可以来一打 主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这个就要问你妈了 我妈 我妈怎么了 怎么了 她去找董思妍了 怎么会啊 我妈怎么会有董思妍的地址啊 你妈神东广大 谁知道呢 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我错了 我就不该招惹你们 是啊 我妈为什么那么做 这边心里难道不清楚吗 如果不是你去全女友家过夜 被人拍下这样的照片的话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请你搞清楚逻辑的重点好不好 摆正自己的位置 也请你搞清楚 这段关系 从来就不是我先要开始的 如果你觉得这段关系束缚了你 那你可以随时终止 你以为我想跟你在一起啊 不想在一起就分手啊 不是分手 是解约 这受够了 我也受够你了 人要脸 树要皮 年纪轻轻的 长得也挺好的 人模狗样的 你说外边人不是多着呢 啊 男人又没有死光了 你为什么要非得抢人家的人啊 真有意思 阿姨 您讲话能不能不要这么难听 我全天真的别在这儿闹了 您不嫌丢人 我都替您丢人 人家要真喜欢你女儿 抢也抢不走 不是 你怎么说话呢 嘿嘿嘿 你什么东西啊你 妈 妈 他干什么啊你 什么叫我 你知道他干了什么吗 他欺负你都欺负到你头上了 不是 我问你 对不起 你怎么 哎 小燕呢 小燕怎么没来啊 不是 妈 你误会了 事情不是这样的 等会再说 董小姐 对不起啊 我开始误会了 回头我再跟你好好解释解释 你干嘛呀你 你跟他说什么对不起啊 妈 他对不起你 他没有对不起 我都是误会 四眼 真的不好意思啊 回头我再来找你 不是 你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干什么要走啊 他干了什么呀他 妈 妈 走不走 走了 不是 什么意思啊 干 不是 你干嘛呢 到底是啊 不是 不是弄了弄半天 这什么意思啊 是 是假的啊 当然是假的啦 不是 那那那你说这上边 你说是不是像模像样的 啊 妈 他不写的像模像样的 这书还能卖得出去吗 叶文轩的圈子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圈子 保不清明天还有更多 不切实际的新闻呢 怎么不能信的 很多新闻 就连当事人自己都不知道的 不是 中人 你别骗妈啊 如果要是真的 小爷要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 妈妈 我 我 我得找他算账去 妈 我没骗你 这些新闻真的都是假的 你看这个娱乐圈 不就是这样子吗 今天报道哪个明星离婚了 明天又把哪个明星出轨给爆出来了 没有一个是真的 都是些小道消息 咱不能信啊 是的 其实你说妈 也不是闲着没事 你说陈天就看什么娱乐杂志呢 就那个徐老太太跟你说 你看他别看他个子挨了心眼多着呢 就他 他来告诉我的 怎么会这样 妈 都是假的 之后你放心了吧 是假的那我肯定放心 只要你跟小爷能好好的 那肯定放心 你放心吧 刚刚我们俩还一起吃饭呢 不是 那那那那个女孩子怎么办 我把人家给 没事啊 一会儿去跟人家道个歉 放心吧 那你好好跟人道歉啊 你说我 我得上班去了 我告诉你啊 我从洗衣店出来的时候 老板根本就不知道 他要是知道我肯定要骂死我了 还有那徐阿云 那徐老太太我饶不了她 我得找她算账去 行了啊 这叫什么事 快走吧 快去上班去吧 那你跟那女孩说一声啊 我特不好意思 把人家给骂她 我走了啊 如果我 我真的就是你跟周然之间的第三者 我真的就是那个恬不知识的插足者 我能把你的心夺回来吗 董小姐 你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吧 荣萱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董小姐 董小姐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你要好好休息吧 喂 你在哪儿 我在你身后 我们走 干嘛 灭火 不去 爱找谁去找谁去 你怎么回事啊 董事长等我们呢 这出戏我唱不下去了 你爱找谁唱找谁唱去 什么意思啊 我不想让今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了 今天受伤害的是董小姐 明天可能就是我妈 最后还可能是董事长 我受够了 我受够了每天没完没了的撒谎 我受够了每天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和议论中 我受够了这种荒诞不惊的感情关系 更重要的是我受够了你 哎 好了 刚才突然对你发火了 是我的错 我向你道歉 这次我去找董小姐 引发这一系列的事情都是我的错 我也向你道歉 行了吧 走吧 不去 这样好就收啊 不要得寸进尺 你这什么态度啊 你走不走 我不走 我今天就站在这 我哪也不去 我 哎 哎 哎 你干嘛 说 你要怎么解释 哎 不过就是些小报媒体的花边新闻罢了 无非为了博人眼球 无风不齐浪 这应该不是无中生有吧 董事长 这次是我疏忽了 不过 我已经找人处理了 我会通知公关部 尽快平息谣言 肃清影响 周助理 关于这件事 你有什么看法 我倒觉得 这未必是一件坏事 哼 没想到你这么大方 自己的男朋友和别的女孩子闹绯闻 你还可以那么贴心 我只是从公司的角度来讲 一月最近就要举办发布会了 我不想这个时候 因为这件事情 牵扯我们够多的精力 更何况 主编也是刚刚上任 这样的事情 也会扩大 他在业界的影响力 如果这样的绯闻 没有坐实的话 不是对我们公司 有利无害吗 可是你要学会 自己的东西 要自己看好 不要让别人 有机可承 我知道了 董事长 要肃清外界的影响不难 可是 要清理自己内心事情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还喜欢他吗 董事长 那些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 我今天让周助理过来 就是要让你当着周助理的面 说出你的选择 说吧 董事长 我承诺 这个项目结束之后 我就会解除 跟董事严的合约 再也不跟他联系 我希望 你不要忘记自己的承诺 周助理 你们俩交往了多久了 两个月零两天 那你觉得 你对容轩了解够吗 比以前更了解了 我本来一直以为 两个人的相处 要越久越好 这样才能够 深入地了解对方 可是时代变了 从前一封信一来一往 就要半个月 可是现在 手机通讯那么的方便 简单来说 就是把时间压缩了 所以才会有 什么八分钟的恋爱 既然你们已经 交往两个月零两天 就可以说 你们已经 非常的了解对方 相识的时间 已经非常长了 对吧 董事长 你到底想问什么 既然你们已经 深入地了解对方 我认为 我们双方家长 应该见一次面 也好 把你们的婚事 也提上日程 什么 你们不会 想一直这么拖着吧 我 我反对 现在公司 才刚刚走入正轨 这样会分心呢 嗯 吃一顿饭 不会让你 分多大的心 那我现在 没准备好啊 那从现在开始 就做好你的心理准备 啊 董事长 我也觉得现在 不是最好的时机啊 我明白 你还年轻 也许还不想结婚 不过 让我们双方家长 见个面 互相了解一下 对你们来说 也是一件好事啊 啊 董事长 董事长 道理是这样的道理啊 可是 可是我们双方父母 是绝对不能见面的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我们 因为 他妈妈的身体不太好 是 什么问题啊 跟我说说 我可以 我可以介绍好的医生 好的医院给他 啊 啊 不光是身体的问题啊 那什么问题呢 啊 可能是我爸爸当时走得太突然了 对妈妈打击很大吧 这件事 怎么从来没听你们提起过 因为 董事长 我一直不好意思跟您讲 是羞于其耻 那毕竟是我妈妈 我不想让其他人 用一样的眼光去看她 如果董事长 不同意 我跟主编 在一起的话 我愿意退出这段感情 我不同意 如果让外界知道我们叶家 是因为你的身世 还有你妈妈的身体情况 而放弃你的话 他们会怎么看我们的集团 难道我们的爱情 遇到这一点小小的挫折 就放弃吗 那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 我们如此相爱 难道要亲手结束这段感情 彼此包含重生吗 不管怎么样 我绝对不会跟你分开的 没想到你们交往才两个月零两天 感情就这么深厚 这么看来 双方家长见面是必须的 董事长 我明白 我明白你是怕你妈妈会出丑 让你脸上无光 可是你放心 我是不会为难她的 再说你妈妈的病情 也不是一时之间可以治好的 毕竟她是你的妈妈 我们见面 这是一定要的 董事长 可她妈妈 就这么说好了 这个周末 我们来一次 双方家长正式的见面会 你这话啊 是真没事成 取高贺寡 要不你换个风格 你看啊 现在市场上喜欢的是这种风格的 我知道 我看过很多了 我不喜欢 梁老师 我知道你有追求 但是我得说你一句啊 在咱们这个行业 骨气可换不来钱 你喜欢的 市场不喜欢 你说我有什么办法 你是干嘛 走了 但是我告诉你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 谢谢老师 你还是那脾气是不是 先走了 你 哎呀 喂 方老师 我是两位 了解了解 明白明白 您放心 两天 对 两天之内 一定 是 对不起 对不起 谢谢 麻烦您了 了解 然后 我 到 你们 是 我 感谢观看 喂 哎 你在发什么疯啊 不画了 什么不画了 怎么说不画就不画了呢 不喜欢画就不画了 为什么 你画了这么久 为的是什么 你就这样放弃 难道你就甘心吗 不甘心 不甘心又能怎么样 不甘心能改变什么 至少杨阳在外面提起爸爸的时候 他不会脸猴 我现在才脸猴 你看 我这么多年都没有进步 妻子也离开我了 现在 我只能让我儿子陪着我 一起受苦 我真的是一事不成 至少你还有梦想 如果你连梦想都放弃了 你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我没自够谈梦想 现实一点吧 你说得对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什么都需要钱 学费 租金 水电费 全都要钱 其实我应该踏踏实实地找一份工作 其实我已经被辞退了 我是被辞退了 今天我很努力地去找工作 但是没有一家公司愿意雇佣我 我才发现 大学毕业后跟了赵忠仁 我就一直习惯被他养着 习惯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 在这样的习惯下 我渐渐地失去了我自己 我就好像是他养的金丝雀一样 时间长了 即使打开牢笼 也忘记了自己曾经会飞翔 忘记自己 曾经有过梦想 忘记自己应该要去追求的东西 也许你觉得自己被梦想坑了 可是其实我觉得 这是你身上最迷人的地方 你知道你哪里最有魅力吗 当你拿起画笔的时候 我现在连个模特都找不到 我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以前我觉得人应该有追求的活着 可是现在我才知道 我错了 道理你都懂 只是道理很多时候不是跟着人心走的 在你心里面 你真的放下了吗 如果你真的放下了 你看这个世界的角度会不一样 那话也会变得不一样 为什么不尝试看看 你会变得不一样 嗯 嗯 嗯 怎么了 你说我怎么了 董事长现在要见我们吗 我不想让我妈卷进来 你明不明白 其实你也可以把我们的关系当真的 我不介意的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难道我们的爱情 遇到这点挫折就放弃吗 你脑袋没毛病吧 你说假话真是张嘴就来啊你 你也记得挺清楚啊 两个月零两天 我天天在地狱里生活 当然记得清楚 有那么痛苦吗 假一真是真一假 你也可以把我们的关系当真的啊 对不起 当真不了 哎哎哎 我给你加薪怎么样 你是不是认为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钱买到啊 是不是认为我对你的容忍 都是因为我拿了你的钱啊 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你不了解董事长 他这个人想要做的事情 是没有人可以忤逆的 钱我会还给你的 咱们解约吧 为什么啊 这是不好吧 不好 叶永轩 咱们已经玩大了 你知不知道 是 我是拿了你的钱 但是我就是不想让我妈也 卷进这场子虚无有的爱情里边 今天发生的一切 还不够惊醒我们的吗 董小姐那边我去道歉 这件事情 我玩不下去了 这 这怎么回事在玩呢 这难道不是玩吗 我们之间一切都是假的 我们只是临时恋爱关系 不是吗 喂 顾盛盈 你怎么在这儿 我在这儿等你 等多久了 没多久 我是为白天的事情来的 我想向你道歉 是我一时没有把握好 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对不起 善说吧 怎么了 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 没有啊 就是忽然心情不好 那你心情不好的原因呢 告诉我一下 真奇怪 我说不清楚自己心情不好的原因 那就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不去想这些烦心事 谢谢 你好像忘记家疼了 我家没有疼 我喜欢咖啡本来的味道 本来的味道 苦味 我觉得你以前好像没有这个习惯 人的习惯总是会变的吗 我一直以为 你不会变的 所以 我们都很不了解对方 我还是习惯喝家的糖的咖啡 实在是不好意思 因为我的出现 让你的处境变得这么尴尬 没关系 你也不是有意的 那周助理 会不开心吗 这城市真美啊 就是有的时候 觉得美得不够真实 就像你做了一场梦 无论梦里多么色彩缤纷 但你还是要醒来 不过即便这样 也是美好的 你有听过 谈花的故事吗 谈花又叫维陀花 传说 她曾是花神 每天都盛开 四季都很灿烂 后来 她爱上了一个人间的小伙 玉皇大帝知道了 特别生气 绝对要拆散这顿鸳鸯 就把她贬为 一生只能开一瞬间的小花 还让那个小伙子 去灵鳩山出家 赐名为陀 让她忘却前城 忘记花神 但是花神呢 却怎么都忘不掉 那个小伙子 花神知道 每年牧春时分 为陀尊者 就会到山上去采露水 为佛祖监察 谈花决定 她就要在那个时候盛开 这样 就可以见到 维陀尊者一面 但遗憾的是 春去秋来 花谢花开 维陀尊者 却怎么都不记得她了 谈花一定很难过 对不对 她当然难过了 她想向维陀尊者 表达自己的爱 但是维陀 却感觉不到 维陀啊 就是她一个 不太真实的梦吧 我觉得 有的时候 应该看开一些 维陀 只能出现在 谈花的梦里 谈花 也许会出现在 别人的梦里 也许谈花一回头 看到另外一个人 在等她 谈花心里已经有 围陀了 又怎么会回头呢 所以啊 谈花一现 只为围陀 他们的相遇 注定就是一场悲剧 爱情 之所以为爱情 就是因为它偏执 周助理 不会相信这些 子虚无有的谣言的 今天的事情 她让我给你道歉 不用 我知道这件事 不怪周助理 她也不知道 她妈妈会来找我 也不知道 她妈妈会这样 口不择言 不管怎样 还是要跟你说 什么抱歉 你戒指挺好看的 谢谢 我记得 你以前不喜欢 戴戒指的 现在也觉得 没什么不好的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心有所属 也可以提醒别人 你心有所属了 对啊 挺好的 看来周助理 对你的改变 真的很大 听你这么一说 好像还真是啊 以前那些 我不喜欢做的事情 现在我依旧觉得 很无聊很低级 但还是会忍不住去做 说不上来什么感觉 但就是很快乐 看来周助理 真是个好女孩 嗯 她的确是个好女孩 所以我更应该 好好珍惜她 我知道我的出现 让你觉得很尴尬 这次活动结束之后 我不会再跟你 有任何来往 那更好 这样对你我都好 这个故事 我听说过 另外一个版本 在千万年前 谈花只是一朵 不起眼的小花 她经常被 其他的花笑话 有一天 一阵大风吹过 差点把她 小小的枝干吹断 就在这个时候 维托尊者经过 保护住了她 维托尊者走后 谈花却爱上了她 身边的人都告诉她 尊者是没有 七情六欲的 让她放弃这个念头 可是谈花却选择了 等待 最后 她修炼成花精 就在这个时候 她有了一次机会 天庭召开大会 她可以见到 维托尊者 可是在大会上 维托尊者 却没有正眼看过她 所以 谈花死心了 她说 她要绽放出 最美丽的一次 给她看 就在这个时候 她耗尽了 她千年的修炼 绽放出 她最美丽的一次 这个时候 尊者 掉下了一滴眼泪 所以 谈花 又叫 维托花 你的这版故事呢 虽然有些悲情 但是也有一丝的温暖 你跟我说过 不要像大鼻子秦圣一样 因为害怕 懦弱 放弃自己的爱情 当爱一个人的时候 要勇敢地去爱 不要犹豫 嗯 我才不会像大鼻子秦圣 一样懦弱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千万不要犹豫 绝对不退让 这就对了 这才是我认识的周助理嘛 顾云飞 能认识你这样的朋友 真好 有你这样的朋友 我也挺好的 我差点都该回去了 你这次来还有别的事吗 没什么事了 没事就好 我觉得我们以后 还是少见面为好 就像你说的 项目结束 关系结束 想如从前一样抱住你 又害怕 是紧搁出爱的缝隙 当你回头 对爱是否还有期许 窗外飘着的冬雨 一滴一滴 清透了我的心 爱 和回忆之间的距离 就好像 只脚走在千公里 一颗琥珀的行程 需要几千年 甚至上万年 人们总以为 时间是这世上 最留不住的东西 可是当我看到 琥珀之后 我才发现 它就是固化的时间 它可以留住时间 让一瞬成为永恒 我们就叫它时光吧 我把这双时光送你 时光 都美好的意义啊 真希望 它能一直留住 我们之间 最美好的时刻 那就让这一刻 化为火化 你是生命中 最遥远的距离 现实和梦境 是你我的距离 妈 我回来了 你怎么那么晚回来啊 加班 你吃饭了没有啊 吃过了 你过来 什么事啊 过来陪妈 说会话 来 赶紧的 不是你上次 你说那个 你说那个小月 跟那个 懂什么来着 思言 懂思言 你说是新闻炒作 你说我 我特不踏实 你看那电视上说的 说这个明星 吵着吵着就成真的了 不会的 妈 我跟你说 他们俩就算是吵糊了 都不会在一起的 真的 不是 你说你怎么那么傻啊你 你缺心眼啊你 不是 我 你干嘛总是天天说我傻呢 我哪傻了 你不傻那么独定干嘛 那我傻随谁啊 我是你生的 还不是随你 我有你那么傻呀 我跟你说 你自己你得 你得长点心眼 哎呀 你别吃 这个我没洗呢 一会儿给你洗去 我问你 跟小爷结婚的事情 你提了吗 妈 这事你能不能别管了 你要不是我女儿 我懒得管 那你就省省心啊 我问你呢 你跟他提没提啊 提没提啊 我怎么提 我们到现在 我们俩才认识两个月 哎呦我的天哪 两个月啊 你再拖 孩子啊 你再拖 再拖就拖成跟郭瑞一样 你一拖呢 被人家一脚踹掉 你忘掉了 行了嘛 我心里有数啊 别管 到家了吗 到家了 而且还接受了一段批评教育 批评教育 如何文准狠地将一个男人收入囊中 那有结论吗 有啊 结论就是 下辈子我当个男人 然后娶我这样的女人 你这也太可爱了吧 恐怕我现在是可怜的 没人爱了 怎么会呢 你要相信 你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人 谢谢你啊 顾摄影 朋友之间就不要说谢谢了 今天辛苦了 早点休息 晚安 主编 什么时候能像顾摄影这样彬彬有礼 算 怎么又想起那个字大狂 真人太谢谢你了 回头我请你吃饭啊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拜拜 哎 啊 这个 帽子还给你 谢谢啊 拜拜乐乐 走了 董事长 进来吧 哦 谢谢 谢谢 你要知道 我的儿子 现在是伊尔集团的主编 很多人都盯着他 他的一举一动 不容有任何差错 你现在是他的女朋友 你应该处处为他着想 没必要 就不要跟其他男人交往 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 董事长 周小姐 请 谢谢 你迟到了 你怎么在这儿 培养感情啊 亲爱的 啊 你今天不是有发布会吗 发布会就给爱家主持了 哦 你好像不是很喜欢我在这儿陪你啊 那我先走了 一起练吧 你来都来了 拉长脊柱 放松 伸长脊柱 老师 我不行了 你快放手 疼啊 疼死了 笑笑笑 你笑个屁啊 我现在都快疼死了 你有点痛心心好不好 我突然发现来这里挺好 能够看到你这个蠢样 挺有趣的 这种酷日子 什么时候能到我头啊 生命贵在煎熬嘛 啊 啊 我看你见的就是在心灾乐祸 好 下一个动作 需要你们两个一起配合一下 啊 啊 什么 这里还有别人吗 啊 你别乱动啊 我 我 我这样不稳啊 你吃什么长大的 这么重 老师 这样的 很好啊 可以来一打 周小姐跟主编倒是越来越默契了 这个周小姐刚见她的时候 还挺渣渣呼呼 不过现在看起来她还挺可爱的 啊 我听说周小姐的工作能力很强 在公司帮了主编不少忙 啊 董事长 我先去忙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说 你现在 是不是还喜欢她 首先 我不知道你说的她是谁 然后我要告诉你 我现在心里是空母 没有任何人 心呢 就像是一座房子 即便是人不在了 家就被搬空了 但是回忆 难道也不在了吗 就好像 填满一个家的 不一定是那些家具 也有可能 是那些回忆啊 你想说明什么呀 我 我 我就是想说 即便是在一个空的房间里 也难免 会有一些意外吧 就好像 怎么删除 都删除不掉的意外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 真的好烦啊 我也不想这么婆婆妈妈的 就是每次 跟这边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变得婆婆妈妈的 在我这里 没有例外 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了 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过去的 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在 好 休息完毕 我们换下一组动作 好 腿部用力 你呀 有时候 就是活得太理性了 像一道化学公式 有时候呢 又感性的像一滩水 让人琢磨不透 对不起啊 有一天我 给弄丢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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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飞 哎 回来了 吃饭了 我买了吃的 我不吃了 我要去上班了 不吃啊 嗯 哎 你的手 那个地方真的很不安全 你一定要去吗 不去 难道你要养我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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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toxicity 师父 走吧 哎 唉 哎 哎 是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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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我来晚了 公司的事太多了 老赵来了 你来这么晚 小妹给赵总来一杯 好 没问题我自罚三杯 来请喝酒 放开放手啊 放开我赵总人 你放开我 你口口说人说独立 这就是你说的独立 跪在那给人敬酒 在这丢人现眼 你在这儿挣多少钱 他们给你开多少钱 不用你管 这靠拿着 里面的钱够你花了 回家去 我不要你的他 小飞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看你穿着什么样 你看看这里都什么女人 你要跟他们一样堕落吗 堕落 你管这叫堕落 我告诉你 内心不够坦荡的人 看什么都觉得肮脏 如果你没有什么其他的事 我回去工作 小飞 小飞 你别闹了 行吗 我在乎你 我才管你 我说这么多 就为了告诉你 你在我心里位置很重要 有多重要 小飞 小飞 我们不闹了 行吗 我们回家去 我们好好过日子 行吗 回家可以啊 结婚吧 你这么做 就是为逼我和你结婚 你能不能体谅我一点 到底是谁在逼谁啊 我不是你老婆 我住在你家 我到底算什么 宠物吗 真是够了 你给我回来 你放开我 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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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 先生 你的卡掉了 如果没有其他什么吩咐的话 我回去工作 我 主编 不是说送我回家吗 买戒指 买戒指 其实 戒指明天买也行 要不然这次 你先记账吧 回头我把钱 一起补给你 你现在保持安静 就是对我最大的不成 我还不就是觉得自己做错了吗 要不然我一会儿请你吃饭吧 随便 嗯 你好 你好 行 我知道了 怎么了 发布会出了点问题 我必须马上过去 你先在这儿等我 我很快要回来 哦 那你开始注意安全啊 喝杯水 谢谢 我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 他马上过来 没想到事情搞成这样 这不怪你 其实我应该清醒一点 明知道他已经有女朋友了 而且我也已经决定 拍摄结束之后我就会离开 现在在多做纠缠 对我 对容轩 对周然 都是一种伤害 而且 现在周然已经受到伤害了 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不去接触容轩 你不用太自责了 我以为我自己很清楚 可以把这些关系都处理好的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来了 太好吧 先进来吧 怎么会这样 已经包扫好了 没事了 那你们聊吧 那你们聊吧 坐吧 坐吧 对不起 对不起小姐 我已经查过了 你要的那款戒指 我们现在店里没货了 啊 怎么会没货了呢 那你帮我查一下 其他店里还有吗 我已经问过其他分店了 都没有 这款戒指属于定制款 生产的量很少 所以实在是对不起 那您要不要看一下我们其他的款式 不用啊 不好意思啊 我能不能在这里等一个朋友 等他来了之后 我们再决定呢 当然可以了 请跟我来 谢谢 我没事 就是从舞台上摔下来 划伤了腿而已 你作为一个模特 应该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以后多注意安全 谢谢你关心我 也谢谢你来看我 作为主编 关心你是应该的 更何况 你是我们这次 发布会的合作伙伴 这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一定要这样说话吗 那你想让我怎么说啊 我知道你恨我 但是我也不想事情变成这样 我是有苦衷的 董小姐 我觉得你想的有点多了 我们现在只是单纯的 合作伙伴关系 我干嘛要恨你 还有 我应该感谢你 这些天对我的帮助 至于你的苦衷 我并不想了解 可是我想让你知道 这几年我也不好过 我也过得很煎熬 会煎熬到想死吗 我这边差不多都收拾好了 我先走了 行 你先走吧 小姐 您还在等人啊 哦 我朋友还没来呢 嗯 都已经这么晚了 我看您朋友 应该不会来了吧 要不您先回去吧 我们差不多要关门了 不好意思啊 我这就走 嗯 小姐 你还没回去呢 她还没来呢 那你一个人注意安全 谢谢 嗯 我女朋友给我打电话了 我该走了 你真的那么恨我吗 董小姐 我们现在只是单纯的 合作关系 没有什么恨不恨的 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 你都忘了吗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不相信 你明明都还记得 你的心里定是还有我的 对不对 董小姐 您可能太勾估自己了 我知道你恨我 但是 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三年前我在机场挽留过你 求过你 我给过你承诺 我答应过要给你幸福 可是你呢 还是选择了离开 我真的是有苦衷的 我不想听 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 董小姐 人应该往前看 算了 看来是我自己自作多情了 原来在我们的感情世界里 我本来就是个可有可无的人 对不起 我本人头对不起 我本人都远不客气 我本人都远不去 太后悦了 我本人都远不来 你 我本人都远不来 你 还好 我开始 我起发 我的脖子 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系。 您拨打电话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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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概就是太笨。 您拨打电话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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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自私事 你想不顾一切 留住一份美好 算了 干杯 你慢点喝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你们怎么这么安静 我去上厕所 昨天晚上 你喝多了 我也喝醉了 但是我应该说 对不起 有什么好对不起的 都什么年代了 我们也没发生什么事啊 是 没事 爱家姐 哟 这都什么时候了 您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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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编现在是越来越过分了 真的是 任凭这么胡闹下去 咱们意外还不一定会搞出什么糟糕的样子呢 一个成熟的model 怎么会无缘无故掉下舞台呢 就说呀 啊 总您 什么意思 你不觉得 这个董思言 有点奇怪吗 没觉得呀 我总觉得 他这一次掉下舞台有点蹊跷 之后 你帮我盯紧他 盯紧 哎 那帮记者还围在外面吗 可说呢 还得跟外面站着呢 想办法赶紧让他们走 对了 再找一些之前合作过的媒体 嗯 写一些主编的正面报道 做一些危机公关 我亲爱的家姐 有您没事吧 都什么时候了 您还想给他擦屁股呢 你这么为他招下的根本不理情 你说这值得吗 不管值不值得 就算为了依若 我也要这么做 其实呢 我觉得啊 咱依若现在最有资格 做主编的位置 那就是您 哎 您真忍心让一个黄帽小子 把咱依若彻底给毁了 别说了 彩排出现问题 我没有责任的 忙完这阵子再说吧 你也赶紧出去忙吧 咖啡 咖啡 你还有什么事吗 我的年假快到了 劳烦主编批一下 你请年假去哪 威尼斯 威尼斯 嗯 你开什么玩笑 现在公司这么老 你哪都去不了 这是这段时间的工资 你点一下吧 老板 如果是因为昨天那位客人 我给你保证 不会再发生了 不是因为昨天的事情 店里的生意不太景气 陈飞啊 我这样也是必不得已 叶勇轩 我恨死你了 恨死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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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了别看了 吃吧 你在这儿生哪门子气吗 人家不就是放了你的鸽子吗 去陪了别的女孩 没有陪你吗 那人家的前女友哎 周小姐 你是在这儿吃醋吗 你吃哪门子醋啊 啊 你有什么醋好吃的 你得给我振作起来 你得振作起来 喂 小飞 失业 好不好 马上来啊 嗨 过来 来啊 亲爱的 去跳舞啊 别在这儿闷着 我还以为你是失业了 心情不好 咱们跑到这儿来跳舞了 啊 生命在运动 运动在释放 我要把所有的不开心都释放出来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啊 啊 能怎么办 想办法找工作呗 要我说呀 这件事情不能全怪赵中人 你在会所那种地方上班 本来就不靠谱嘛 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 我不是胳膊肘往外拐 我也担心你啊 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有护发使者 能有什么事啊 护发使者 就一个朋友 是朋友 还是那个小 同住一个屋檐下 互帮互助的 怎么了 你该不会喜欢上他了吧 喜欢他 怎么可能 不可能喜欢他的 我的心上人是成功人士 总有一天 他会嫁着老子来丝 保取回去 你就臭美吧 我跟你讲 真正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 你该不会管他是盖世英雄 还是妖魔鬼怪 你看人家黄蓉 最后还不是选择了郭靖 小说里面都是美好的想象 现实生活是很残酷的大姐 那个赵忠仁 没联系你啊 别跟我提他 心烦 别说心外事了 说说你那位吧 他有什么好聊的 怎么了 不想提 烦 发生什么事了 我感觉自己越陷越深了 我以前只是单纯的觉得他讲的还可以 偶尔像知心一样 饭下话吃 现在我已经开始喂他吃醋了 怎么办啊 又是因为那第三者 什么第三者 人家是名正言顺的前女友 我们俩只是契约关系 说白了 我才是那个第三者 到现在一个电话都没有 说好的相信你 可我相不相信 你应该都不在乎吧 你在干嘛 在找叶荣轩的号码 你找他号码干嘛 你帮你 我想帮你 看你这样闷闷不乐的样子 喜欢他 他就直接说出来啊 大不了就被拒绝嘛 给我 你 快进快进啊 喂 刚打我电话怎么挂了 呃 刚刚 不小心摁倒了 你还没回家吧 嗯 那行了 赶紧回家吧 其实昨天晚上 喂 喂 喂 哈哈哈 乖了 连一句对不起都没有 你啊 不要难过了 说不定 他正在忙别的事啊 你不用安慰我了 你知道吗 就算叶荣轩不跟我道歉 我也不会生气的 因为我不可以生气 暗恋这种东西呢 最可怕的 就是自己给自己捏造希望 所以我宁肯 一直坐在角落里 什么都不说 你啊 活该单身 是啊 我活该啊 如果爱情得不到回应 是很痛苦 唉 但是暗恋呢 是一种很安全的痛苦 只可能伤害到我自己 不会影响到别人 嗯 所以啊 只要我不说 就不会有新的问题出现 不是吗 我看你啊 口是心非爱逞强 你要真正的大方 干嘛自己在这喝闷酒 我哪有喝闷酒 我只是口渴了 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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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了好 让那些臭男人 都见过去吧 见过去吧 glow 认真回去吧 哈哈 了解 Act态